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1347集最丑的大嫂 遥远的海外 浑身白鳞如玉 牛逼恶唇失踪的白帝四体飞踏 急行于海面之上 波涛万情 举目视天 除天之外只有茫茫无尽的汪洋 白帝在这南边方向的大海之上 准确的找到了目的地 他低头凝视着蹄下的海面 蔚蓝的双眼亮起深沉的幽暗的光 宛如漩涡 海面随之出现一个漩涡 迅速扩大成为直径数十米的大漩涡 白沫翻涌 白帝一头扎入漩涡之中 烧情 口中叼着一杆四股四食 丝金四玉的弯曲长枪 冲出漩涡 他四体飞奔宛如骏马 消散在天际 漩涡慢慢平复 汪洋恢复如初 东陵城 欧城溅在城头 许平峰立于欧城顶上 白衣翻飞 姿态宛如折仙 他手里拎着一壶酒 眺望着北方 云州中军营 输送自重的板车在军营进进出出 底层士族重复着指手巡逻的工作 随时等待着出征 相比起在三条战线中作战的云州军 三万中军是保持最完整的 精锐一直在休养生息 整歌待旦 一个月下来 军营几乎没有出过兵 此时 随着冬天渐渐走到尽头 底层士族还好 见识有限 但中高层将领开始坐不住了 他们意识到随着春天步伐的靠近 几方和大凤的幽烈士将一步步开始逆转 于是出营作战的声音越来越多 越来越高 到今日 十几名中高层将领跪在率帐外 威逼七广博出兵 其中就有从左军校尉贬为冲锋营 副位的卓昊然 大将军不能再拖了 我趁着这个冬天拿下清招 我军想在春季后打到京城 难如当天哪 左眼灰白 不能事物的卓昊然咆哮道 莫将当求一次 看清大将军 让莫将死在战场上 请大将军出兵吧 周围的将领纷纷附和 尽管他们看不起卓昊然 这个败军之将 但他们此时的立场却是一样的 闹腾了一阵之后 就在众将领以为无功而返时 军长掀开了 西广博一身戎装 单手按住剑柄 目光平静 脸色淡然 扫了众将领一眼 非但没动怒 反而笑呵呵的 能熬到现在 还算有点耐性 独目的卓昊然恶然说道 大将军 卓昊然 你在嵩山县葬送了六千精锐 本该军阀处置 本将军惜财饶你一命 现在问你 想不向将功赎罪 卓昊然大声说道 若能许耻 死而无憾 齐广博丢出一封 盖了帅印的令书 淡淡开口 率左军八千精锐 去嵩山县 支援龙巷 白锡 破阵三军 卓昊然脸色狂喜 我将领命 齐广博不再看他 转而望向右侧的一名将领 文轩 率领火炮营六百炮兵 限制营三千不足 支援东陵的黑甲 绿芒两军 同时把本将军的手书 带给鸡悬 同样丢出一封 盖了帅印的领书 赵炳 你帅领三千精锐 去切断嵩山县的补给县 务必日夜兼程 随着一条条命令下达 不多时 帐外的将领被打发走一半 齐广波扫过剩余众人 不疾不徐 八营 随本帅吞了万县 是 松山县 城头的瘟城里 苗友方愤怒的声音传来 哎 落子无悔 莫桑 我把中原读书人才能学的围棋交给你 你就是这样汇报我的 蛤 满意就是满意 然后是莫桑的声音 这就是中原人很流行的游戏 也不怎么难嘛 莫非我是传说中的读书种子 苗友方痴笑 你懂什么 这就叫大道治简 越是简单的东西 学问越是深厚 哎 你看啊 这五颗棋子 我可以横着摆 竖着摆 斜着摆 也可以先摆两边 再摆中间 玩法千变万化 步骤诡诀莫测 已经穿上轻甲的莫桑挠头 虽然你说的很有道理 可是我觉得还是很简单 我果然是读书种子 等打完仗 我就留在你们中原考个状元再回去 我阿爹一定高兴死 你们在说什么 咬着窝窝头的许词 就检查完守城军备 刚踏入瓮城门槛 便听见了这一席话 苗友方一边提防莫桑偷换棋子 一边说道 我们在下围棋 棋 君子之道也 学二郎心说 这粗笔五福竟也会下棋 定睛一看 黑白棋子一颗两颗三颗连成线 最长的是四子 不管白子黑子 连满四子就会被截断 你 你管这叫围棋 学二郎脸色古怪的看着他 难道不是 苗友方反问 不等学二郎说话 他得意的黑了一声 别以为下棋是你们读书人的特权 其实有什么难的呀 以我的聪明才智 一斩茶功夫就摸索出诀窍了 以前不会下棋 纯粹是被你们这群读书人给唬住了 莫桑在一边附和 我也觉得简单 徐大人 你觉得我能不能像你一样考个状元 我们南疆还没有出过状元呢 我觉得 你中原话变标准了 许新年嚼着窝窝头 苗兄 你的棋法 是谁教你的 苗友方落子 如飞应答 你大早 许新年一愣 哪个 哪个 苗友方也一愣 仔细一想 长得最丑的那个 许新年仔细回忆了一下 愣是没猜出他说的最丑的指的是谁 你直接说名字 慕南芝啊 慕南芝是谁 算了 以后有机会见到 记得告诉他 苗友方说他丑 许新年暗暗记下来 然后朝两位才华横溢的战友 拱了拱手 走一旁看兵书去了 读书人心思八面玲珑 基本操作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